家父基金會舉行智強母親的表揚活動 由全台2萬7千多戶弱勢家庭中選出24位智強母親 他們有人要照顧8個孫子的婆婆 還有人要養身心障礙的子女 不過這些生活上的考驗並未將他們打倒 反而令他們展現為母則強的力量 保住婆婆感謝養育之恩 66歲的姿媒婆婆因為三個兒子相繼過世 媳婦也離開只能夠扶起龐大債務 和八個孫子的照顧重擔 平時一天要兼三份差工作長達十多小時 不過她為了賺錢養孫 就算健康狀況再不好也無怨無悔 而曉真媽媽因為丈夫車禍過世 一對兒女之中 那個女兒自小就是視障者 所以經濟和子女的照顧問題成為極大的壓力 不過她用正面的力量迎接人生考驗 而且那個女兒更加爭氣 獲得總統教育獎的樹榮 家父基金會在母親節的前夕 由全台2萬7千多個弱勢家庭之中 選出24位智強母親 其中單親家庭有14位 還有兩位是隔代教養 婆婆和四位外籍配偶 雖然她們遭遇的困難都不一樣 不過同樣用愛守護她們的家園 努力帶去